孟子静心下 第一章 孟子曰 不仁灾 梁慧王也 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公孙丑曰 何谓也 梁慧王以土地之故 弥烂其名而战之 大败 将负之 恐不能胜 故屈其所爱子弟以训之 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 第二章 孟子曰 春秋无一战 彼善于此 则有之以 真者上伐下也 敌国不相争也 第三章 孟子曰 尽信书 则不如无书 无语无成 取二三册而已 人人无敌于天下 以至人罚至不仁 而何其血之流处也 第四章 孟子曰 有人曰 我善为臣 我善为战大罪也 国君好人 天下无敌烟 南面而珍北敌愿 东面而珍西一愿 曰 西魏后我 武王之法应也 隔车三百两 虎奔三千人 王曰 无畏 宁尔也 非敌百姓也 若崩绝脚鸡首 真之为严正也 各欲正己也 焉用战 第五章 孟子曰 子将伦愚 能与人规矩 不能使人巧 第六章 孟子曰 顺之饭囚如草也 若将终身焉 及其为天子也 被整依 古情 二女果 若故有之 第七章 孟子曰 无今而后之杀人 轻之众也 杀人之父 人亦杀其父 杀人之凶 人亦杀其凶 然则非自杀之也 亦贤而 第八章 孟子曰 古之为官也 将以预报 经之为官也 将以为报 第九章 孟子曰 身不行道 不行于妻子 使人不已道 不能行于妻子 第十章 孟子曰 周于利者 兄年不能杀 周于德者 邪士不能乱 第十一章 孟子曰 好名之人 能让千臣之国 苟非其人 丹时斗根见余色 第十二章 孟子曰 不信人贤 则国空虚 无礼义 则上下乱 无正事 则采用不足 第十三章 孟子曰 不仁而得国者 有之以 不仁而得天下 为之有也 第十四章 孟子曰 名为贵 设计赐之 君为清 世故的呼 丘明儿为天子 得呼 天子为诸侯 得呼 诸侯为大夫 诸侯为设计 则辩制 牺牲继承 资圣继节 祭四以时 然而汉干水意 则辩制设计 第十五章 孟子曰 圣人 百事之师也 薄宜 柳夏慧是也 顾闻薄宜之风者 顽夫连 懦夫有力志 闻柳夏慧之风者 薄夫敦 彼夫宽 奋呼百事之上 百事之下 闻者莫不兴起也 非圣人而能弱是乎 而旷于清智之者乎 第十六章 孟子曰 人也者 人也 何而言之 道也 第十七章 孟子曰 孔子之去鲁 曰 迟迟无行也 去父母国之道也 去其 皆惜而行 去他国之道也 第十八章 孟子曰 君子之恶于 晨菜之嫌 无上下之交也 第十九章 何姬曰 姬大不理于口 孟子曰 无上也 事增资多口 诗云 忧心悄悄 运于群小孔子也 四不舔绝运 亦不允绝问文王也 第二十章 孟子曰 贤者以其招招 使人招招 今以其昏昏 使人招招 第二十一章 孟子为高子曰 山静之西贤 戒然用之而成路 为贤不用 则茅塞之矣 经茅塞子之心矣 第二十二章 高子曰 雨之身 上文王之身 孟子曰 何以言之 曰 以追离 曰 世西足灾 城门之鬼 两马之利语 第二十三章 奇迹 陈真曰 国人皆以夫子将赴 为发唐 待不可赴 孟子曰 是为逢富也 尽人有逢富者 善伯虎 醋为善事 择之也 有众竹虎 虎赴于 莫之感应 妄奸逢富 驱而迎之 逢富 让陛下车 众皆悦之 其为是者笑之 第二十四章 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耳之于身也 鼻之于臭也 四肢之于安逸也 信也 有命焉 君子不畏信也 人之于父子也 义之于君臣也 礼之于兵主也 智之于贤者也 圣人之于天道也 命也 有信焉 君子不畏命也 第二十五章 好生不害问曰 乐正子 何人也 孟子曰 善人也 信人也 何为善 何为信 曰 可遇之为善 有诸己之为信 充实之为美 充实而有光辉之为大 大而化之之为甚 甚而不可知之之为神 乐正子 二之中 四之下也 第二十六章 孟子曰 桃末必归于阳 桃阳必归于如 归 丝寿之而以 今之与阳末辩者 如锥放屯 既入其力 又从而招之 第二十七章 孟子曰 有不履之针 有不履之针 宿米之针 利益之针 君子用其一 缓其二 用其二而明有朴 用其三而父子离 第二十八章 孟子替 孟子曰 诸侯之宝三 徒弟 人民 正是 宝诸欲者 央必吉身 第二十九章 彭尘阔 是于其 孟子曰 死以彭尘阔 彭尘阔 见杀 门人问曰 夫子何以知 其将见杀 曰 其为人也小有才 为文君子之大道也 则足以杀 其屈而以 第三十章 孟子之藤 管于上宫 有业俱于有上 管人求之福德 或问之曰 若是乎从者之搜也 曰 子已是为妾俱来语 曰 代妃也 夫子之涉科也 往者不追 来者不拒 苟已是心智 私受之而已 第三十一章 孟子曰 人皆有所不忍 达之于其所忍 人也 人皆有所不畏 达之于其所谓 亦也 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 而人不可慎用也 人能充无穿于之心 而亦不可慎用也 人能充无受耳辱之时 无所往而不畏亦也 是未可以言而言 是以言舔之也 可以言而不言 是以不言舔之也 是皆穿于之泪也 第三十二章 孟子曰 严禁而止远者 善言也 守约而施伯者 善道也 君子之言也 不下代而道存焉 君子之首 修其身而天下平 人并舍其田 而云人之田 所求于人者重 而所以自认者轻 第三十三章 孟子曰 瑶顺 信者也 汤武 反之也 动容周旋中理者 圣德之志也 哭死而哀 非未生者也 经得不回 非以甘露也 言语必信 非以正行也 君子行法 以四命而以 第三十四章 孟子曰 说大人 则秒之 勿是其微微然 唐高树刃 催提树齿 我得智福未也 石前方丈 誓妾数百人 我得智福未也 班乐饮酒 驱逞田烈 后车千尘 我得智福未也 在彼者 皆我所不畏也 在我者 皆古之志也 无何畏彼哉 第三十五章 孟子曰 养心莫善于寡欲 其为人也寡欲 虽有不存焉者 寡乙 其为人也多欲 虽有存焉者 寡乙 第三十六章 曾熙是羊枣 而曾子不忍食羊枣 公孙丑问曰 快智与羊枣属美 孟子曰 快智灾 公孙丑曰 然则曾子何谓食快智 而不食羊枣 曰 快智所痛也 羊枣所毒也 慧明不会信 信所痛也 明所毒也 第三十七章 万章问曰 孔子再晨曰 何归忽来 无党之事狂简 敬取 不忘其出 孔子再晨 何思鲁之狂事 孟子曰 孔子不得忠道而语之 必也狂宣呼 狂者敬取 宣者有所不畏也 孔子岂不欲忠道哉 不可必得 顾思其次也 敢问何如思可谓狂矣 曰 如秦章 增兮 木匹者 孔子之所谓狂矣 何以为之狂也 曰 其智消消然 曰 古之人 古之人 依靠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 欲得不屑不洁之事 而语之 是宣也 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 过我们而不入我室 我不汉焉者 其为相缘乎 相缘 得知贼也 曰 何如思可谓之相缘矣 曰 何以是消消也 言不顾行 行不顾言 则曰 古之人 古之人 行何谓举举凉凉 深思事也 谓思事也 善思可矣 焉然昧于事也者 事相缘也 万章曰 一乡皆称缘人焉 无所往而不为缘人 孔子已为德之贼 何哉 曰 非之无举也 似之无次也 痛乎流俗 何乎乌事 居之似中性 行之似连结 众皆悦之 自已为事 而不可语入遥顺之道 故曰得之贼也 孔子曰 恶似而非者 恶友 孔其乱苗也 恶宁 孔其乱义也 恶利口 孔其乱信也 恶正生 孔其乱乐也 恶子 孔其乱诸也 恶相缘 孔其乱得也 君子反今而已 今正 则数明星 数明星 私无邪特矣 第三十八章 孟子曰 由尧顺至于汤 五百有余岁 若雨 高桃 则见而知之 若汤 则闻而知之 由汤至于文王 五百有余岁 若依隐 莱珠 则见而知之 若文王 则闻而知之 由文王至于孔子 五百有余岁 若太公望 散一身 则见而知之 若孔子 则闻而知之 由孔子 而来至于今 百有余岁 去圣人之事 若此其未远也 尽圣人之居 若此其神也 然亦无有忽耳 则亦无有忽耳 或是余岁